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突然就冒出了一句说 我也有爸爸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就一直笑他 他就哭了 因为他只是要呈现说 我也有爸爸 只是我的爸爸现在不在我身边 因为小时候就是晚上都有带 就是上来的时候 我就是会全部 赶快说我今天要上去 他听到电话声他就会很开心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曾经我们一起12岁 人家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可是这对夫妻 当这个先生要有一些工作的 一个选择的时候 看看这位太太什么样的决定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黎色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金德师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嗨 师兄的工作起起伏伏 真正要创业的时候 是他的决定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因素吗 其实师兄退 就是说他退伍以后 他做了尝试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就发现 这些工作他都不开心 有时候他就会再透露出来 就是说他还是想要 他还是非常钟情那个摄影 我只是试着 我跟他说 我看你做这个人做得不太欢迎 他说不欢迎也是要去做 我说 我看你是 比较有性质是去做那种 他说 是啊 但是就也是没法到 那我就听懂了 那当然最重要也是要跟我婆婆 跟家人跟他们沟通 那对婆婆来讲 他觉得很好啊 孩子要回到家里面来 我那时候就是说 你待在台北 赚那么少 家庭开销什么都是要嘛 所以那时候就 那时候就下去开 从拍照 他拍到婚纱嘛 在经营摄影器材 这些部门 那时候的眼睛也是蛮大的 他们那些猫衣裳 他说去参观的时候 那个装潢都是用相机 装潢起来的 我们整间的全部都是照相机 各个厂牌都有 所以你说的那些亢大亢大 其实也就是想说 至少在这么多的行业别里面 这个算是他更可以展现自信 跟能力的一个部分就对 可是对你来讲 会必须要有环境的调整 那时候你们你的决定是什么 第一个因为那时候 我还在世大进修 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以后我就有跟他讲说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两地分开 对 那在他来讲 他其实是这是他提出来 他觉得说 这样我们必须要两地会分开 我跟他讲说没关系 如果这是你的兴趣 对 然后我们考量到现实的环境 是这样 那我说我也会支持你 其实刚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觉得是还好 因为刚开始老大出生以后 我还在读书嘛 所以是师兄照顾小孩的 然后孩子老大两岁半 我又生了老二 那我世大也毕业了 那时候我就跟师兄讲说 我要把老大也带上来 那因为公婆非常的疼老大嘛 他们就觉得不舍 可是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请他们能够理解 我说我读教育心理系四年 我最大的感受 我就是希望孩子呢 在早上张开眼睛看到的是妈妈 要睡觉以前看到的是妈妈 所以我那时候也不顾我公婆的反对 我还是就把孩子带上来 所以后来我记得就是那个托儿所的老师 有时候就跟我讲 他说你先生上来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 怎么这个消息这么灵通 他说不是的 因为你孩子今天画的太阳是红色的 我说我那时候才有警觉 我说那之前是怎样 他说你这个做妈妈的人 你实际上都不够用心 你去检查一下你孩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蜡笔盒 他几乎是寒色调的 比如说蓝色 黑色 棕色 你看他都用得很凶 那个很明朗的颜色非常的少 你先生如果上来的时候 你的孩子画的那个太阳 四位是红色的 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 原来在这个区块 我事实上是没有去设想到的 然后再有一次 那是更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说孩子他们 就是小朋友一直在讨论 说我爸爸带我去哪里 我爸爸带我去哪里 那我这孩子就突然就冒出了一句说 我也有爸爸耶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就一直笑他 他就哭了 因为他只是要呈现说我也有爸爸 只是我的爸爸现在不在我身边 可是这个对孩子来讲 当然老师有事实的话 赶快去 就是说去处理 那时候当老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痛 那时候就有跟 就是有跟师兄联络 我就说 其实父亲有父亲的那个角色 并不是我这个妈妈可以去取代的 所以我说 你还是要考量一下 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希望你还是能够飞上 所以我断然的就 台中的交给我弟弟去经营了 就两手一空就上来了 但是因为事业的忙碌 你当时候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跟孩子们有互动 然后多久回到台北的家一次 因为小时候就是晚上都有带 就是上来的时候 我就是会全部 赶快说我今天要上去 他听到电话声 他就会很开心 然后就会一直黏着你吗 会啊 你一次上来都几天 差不多家里比较多 上来一天 有时候碰到 看到接到那个婚纱的 只好又忍耐又走了 慢慢回去 当他后来 你也跟他沟通到这件事情时候 他的断然决定说 好他就要把他的事业 曾能委托就交给他的弟弟 而上来的时候 接下来也是你要去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又是一个转弯 对 你有什么样也是 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设想吗 因为我其实我清楚 就是说对男人来讲 事业是他们 在他们心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取舍 所以我其实也非常的感恩我师兄 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既然生了小孩 我们对孩子就是有责任 而且我自己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是一个稳定的 是一个安全的 让孩子能够这样子健康的一个成长 那这些是剩余一切 对 那物质生活我觉得 有责任的以我们这样子一路走来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过得去的 但是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其实事实上是最重要 在某一个时段 如果我们没有陪着他成长 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失职了 那我们失职以后对这个孩子的日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去预测的 赚再多钱可能都换不回来的 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的牺牲绝对是值得的 因为到最后我们两位 其实又在台北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去变化 我想这也是这一个家庭 我们后来会继续看到的 一个故事的发展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sync es un ou un 合唱 虾子 需要切编跟不切编吗 不要 看是白的还是瓜的 白的还是瓜的 对 ok 所以先切邊 然後再來分 所以師姐你們大概一個禮拜後哪幾天 對 我們都固定星期四過來 然後都是處理書的這個部分 對 這個區塊就是都處理書籍 二手書 有人會寫 有適合的書他們也會帶回去 然後有時候我在這邊其實看忙 會看到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書是上市非常好的 所以會先稍微會超過一下 比如說有的是工具書還是什麼 其實我常常在這邊找到比較多的書 是可以給我們新亞的孩子 還可以閱讀的書籍 所以我常常會在這邊會找到很多的 不管是繪本還是工具書 然後就會帶到我們新亞那邊 然後就很適合孩子 所以這裡很多的寶 像這個繪本我們大概也會幫他留下來 留下來 對 因為有很多小 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像繪本的時候 我們會幫忙留下來 因為也有 也會有人過來問說 有沒有小孩子的繪本啊 什麼的 好 我們就說好 如果我們看到 然後會幫他們留下來 希望說他如果能夠在附近啟用 然後再跟有緣人 有需要的人 那這樣我覺得可以讓這個書 能夠再發揮他的良能 對對對 這個都是 這個是家長 這是以前的家長 我們叫做市東環保署 環保署 署長在這裡啦 自己功德 對 自己功德 所以這邊都跟市東有約 對對對 這基本上都是跟市東有約 剛開始他說 剛開始他說他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約他了 所以我覺得不好意思拒絕 後來來幾次以後 他發現 他喜歡了 一開始當逃兵啦 後來覺得 樂在其中 沒有 一開始跟老師心情一樣 覺得很可惜 後來 對啊 後來覺得 太多了 自己也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 對啊 對啊 另外一種奉獻也不錯 感恩 有 非常發想 對對對 覺得 一點都不累